1,2,3,对,这个角度,结束面对斜中央,OK,大家看清楚了吗,然后把脚法讲解一下,脚法分解,讲解一下。 首先我们第一步的话,是我们的脚掌上步,第二步保持,我们做一个锁度,第三步也是脚掌,在脚掌上进行转动,右脚刷过来。 右脚刷过,然后再到一个最后的结束位置,转锁步,就叫转锁步,英文Tunning Lock,Tunning Lock,OK,再看一次,走, 第一步是往我们的五十线的方向,也就是我们的直线的方向去上步,是脚掌上步,第二步是做一个锁步, 这个时候,看第二步的时候,慢一点,做得慢一点,稍微往后一点,有点背光了,往后一点,不要在那个光圈里面,对,再看一次,慢一点,让大家看仔细,走, and,走,左脚第一步,脚掌,第二步,右脚锁上脚掌,这时候两个脚都立起来。 我们转锁步,第一步的时候,我们的脚的方向是冲向前方,用脚掌出步,第二步的时候,去做我们的一个锁步, 两个脚的脚都要着地,第三步的时候,我们的女士还是左脚的脚掌上步, 然后做一个跨脚头的转动,身体不转,来到一个屁屁位,然后落脚,最后的方向是面冲鞋中央的位置,大家可以看到吗? 对,我们一定要注意,我们是脚掌,脚掌,还是脚掌,然后前脚刷破,最后面冲鞋中央的位置。 起点